上个星期我们刚好没有新闻播出的时候 连续出了好几个大新闻 我真的很难过 不是因为错过了新闻很难过 是因为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阿富汗那边又出现了恐怖攻击 这个让原本就不太合理的 美国全面从阿富汗撤军 现在变得更不合理 这个恐怖攻击 目前已经确定了 有13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人死亡 很多阿富汗的平民也死亡了 然后前副总统拜登上台说了一段 根本没人听得清楚的话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报道这件事情 然后不骂至少一点点脏话 like what the f... 反正就是他说全世界都错了 军方的情报不ok 花了这么多钱训练的阿富汗士兵也不给力 川普跟塔利班谈判的内容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我的确是有些东西要负责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好了 所以相信了这些坏人 现在整个阿富汗的情况就是混乱到一个不行 这个恐怖攻击执行团体是 ISISK I-S-I-S-K 目前说的是ISIS跟塔利班是不共戴天的 ISIS也跟前阿富汗政府是仇敌 所以说呢现在 塔利班是我们的盟友 就算他们就是歼灭了我们带起来的阿富汗政府 还有这阿富汗政府军队 但是呢我们要跟塔利班一起合作 一起来打击ISIS 蛤?这一切是...他要我们刻意听不懂拜登在说什么吗?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この番組は神奇传播のsponsorの東京でお送りします 新闻是不是让你感觉太沉重了呢? 上班一天回家的时候 或者是在车上听新闻的时候 告诉你说这个社会怎么越来越糟糕呢? 简直就是一个玩笑 网路上那些搞笑的影片实在又没营养又没有意义 这里介绍各位一个好笑 欢乐 充满知识 而且在传福音的正当价值观的节目 神奇传播 No Wonder Media 是由周一方牧师带领的团队 以3D或者是2D的动画制作出来的小品 每天短短的几句内容 让你的身心灵都成长 让看圣经更有趣 让生活更丰富 千万要看到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提供一些小小的sample 也请各位继续透过Coffee的会员 实话来解释这一切 因为我也认为我们要从阿富汗撤军 我也认为说 阿富汗会变成 之前这个样子 并不完全是他的错 某层面上面 暴动 动乱 是他的问题 但是不能全部怪他 上个星期 他下午开了个记者会 他迟到了25分钟 做了一个 完全不像个领导人 完全不像个正常人的演讲 以下是他的开头 Tough Day This evening in Kabul As you all know Terrorists Attacked T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I'm worried about That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as assessed Has undertaken An attack By a group known as ISIS-K 他还活着吗 我说梦话的时候 应该都比这位前副总统清楚 这不是我平常开玩笑 在那边说他是个弱智之类的 当美国的军人死了 当美国被攻击了 当上千名美国人 在恐怖分子掌控的地方 当人职的时候 或许我们需要的是 三军统帅至少是醒的吧 人家螺丝符坐轮椅上面讲话 都比你这个天才讲话有底气 接下来呢 他用史上最无法让人听懂的方式 来说明ISIS跟塔利班的关系 ISIS-K跟塔利班的关系 还有ISIS跟ISIS-K这两个组织的关系 哈? 上一次投给他的基督徒听一下 什么样的人 投给什么样的人 弱智投给了弱智 我们曾经认识到 我们的智能群组织的关系 我们曾经认识到 我们曾经认识到 那是ISIS-K 一个敌敌敌人 塔利班 当两个棺材都被拯救了 当两个棺材都被拯救了 他们曾经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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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阿富汗大赦天下 把监狱里的恐怖分子都放出来的时候 然后ISIS也跟着跑出来了 那请问是谁放弃这些监狱的? 是Joe Biden 然后放弃了之后给了谁? 给了塔利班 这些恐怖分子是谁放出来的? 是塔利班放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塔利班的恐怖分子才对啊 所以说他们还是不共戴天吗? 还是其实他们是在合作的呢? 还是是我们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还是我们是他们两个的共同的敌人呢? 你会搞不清楚吗? 各位老板 如果你有一个员工已经78岁了 办事能力是这个样子 什么事都搞不清楚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除它? 请各位回答一下 我们对于阿富汗整个情况 目前是完全不清楚的 前几天我们的报纸上面说 我们在阿富汗有一群盟友 这些人是美国训练出来的阿富汗军人 以及阿富汗的政府 那阿富汗那边有一群坏人 他们叫做塔利班 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 很可怕 所以说我们要歼灭他 阿富汗就会好棒棒了 那上个星期我们就被攻击了 不是被塔利班 是被ISIS 根据拜登说的就是 这是另外一个组织 然后呢 ISIS跟塔利班是不共戴天的 现在整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塔利班突然变成了那边的好人 是我们的盟友 阿富汗的军队 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就跟那个复仇者联盟 那个SNAP一下就不见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塔利班 是相见恨晚多年失散的兄弟 那么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投降 我们要放弃 他就是这个样子 有气无力地讲了一堆废话 然后说什么 他自己的儿子怎样怎样啊 所以说英雄都是军人啊 跟他儿子一样啊 我从来就没有看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I take that back 我们先任的副总统 就是一个比他更不要脸的人 最后他要回答问题 然后又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 他再一次说到 有人给了我一个清单 我只挑上面的人问问题 我才会回答 Ladies and gentlemen I gave me a list here The first person I was instructed to call on was Kelly O'Donnell NBC You have said leaving Afghanistan i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y gave me a list here I have been instructed who to call on 谁谁谁给了我一个清单 我被指导 要请谁发问 你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耶 你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系 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有权力的人耶 谁胆子这么大 是谁可以指挥你 They 是谁 Who is they 然后这位全世界最烂的演员 连这个角色都演不好 所以我需要跟全世界说 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根本就没有记者会 为什么早上被打 下午才开记者会 因为我没有排练啊 接下来他会问到一个很棒的问题 如果你要从一个地方撤离 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撤平民 再撤走军队 照道理说这应该是尝试才对啊 不过尝试重要吗 这个决定是你做的吗 Sir, did you personally reject a recommendation to hold or to recapture Bagram Air Force Base? Here's what I've done Let's answer the last question first On the tactical questions of how to conduct an evacuation or a war I gather up all the major military personnel that are in Afghanistan the commanders as well as the Pentagon and I ask for their best military judgment what would be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accomplish the mission They concluded the military that Bagram was not much value added that it was much wiser to focus on Kabul and so I followed that recommendation 对,是你下令的吗 在民营机场撤离前 率先撤离空军机场 让我们的地面部队 不对,我们没有地面部队 让阿富汗的军人 失去了所有的空中的支援 让他们全部兵败如山倒 这是你下令的吗 然后他的反应 跟很多不负责任的老板一样 完全没有担当 不是我的错啊 是我下面的人说的 他们都很棒 我只听他们的 是他们的问题 你去问他们啦 各位有遇过这样子的老板吗 我有 Well, enough about me Let's get back to our former vice president 你是总统耶 你的工作就是听各式各样的意见 然后做出一个决定 或者是做出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决定 这个就是很多美国的死人 赋予你的责任 因为我相信没有很多活人投给他 各位还记得小布希吗 他是个脑子不太清楚的人 他也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阿富汗很多问题 我认为是从他就开始的 但是他至少是一个做决定的人 他常常做错误的决定 但是他敢own up他做的决定 拜登不是 不是啊 就不是嘛 他讨厌耶 干嘛要骂我 最后 Peter Dolce 这个 Jen Psaki最讨厌的Fox News记者 为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整个政权颠覆 中东重判清理 死了自己人 又死了盟友 美国颜面尽失 你认为 你有没有任何一点责任 任何一点在这个上面 Mr. President there had not been a U.S. service member killed in combat in Afghanistan since February of 2020 you set a deadline you pulled troops out you sent troops back in and now 12 marines are dead you said the buck stops with you do you bear an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unfolded in the last two weeks I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fundamentally all that's happened of late but here's the deal you know I wish you'd one day say these things you know as well as I do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made a deal with the Taliban that he would get all American forces out of Afghanistan by May 1 in return the commitment was made and that was a year before in return he was given a commitment that the Taliban would continue to attack others but would not attack any American forces yeah 基本上我是有責任啊 但是 是川普的錯 這個是所有左派政權 對待危機處理的方式 我承擔了所有責任 為了人民 為了國家 為了你們安全 上一個政權的錯誤 由我來承擔 你的罪 由我來承擔 我用我的保險 洗淨了你們 我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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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值得討論的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說到 5月1日這個日期 是川普訂下來的 那為什麼你沒有在 5月1日之前就撤軍呢 如果撤軍的話 是不是這一切就沒事了呢 這還不是整個記者會 最噁心的地方 大家看清楚囉 整個記者會 最噁爛的地方就是 他被Pieter Dolce繼續問下去 然後他難過到低下他的頭 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個悲慘的時刻 你還要在乎誰對誰錯 為什麼我們有軍人死亡了 你還要執迷不悟的 一直問我這種問題 你們這些右派的人有沒有良心啊 我不喜歡你這樣跟我們說話 No, I'm asking you a question Because befo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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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a minute I'm asking you a question Is that accurate the best of you or not I'm asking you a question What? I don't think it's the issue that Do you think that people have an issue with pulling out of our feet and just the weight of things that happen 現在左派拍了剛剛那張照片 說是他在禱告 為了我們的軍人禱告 各位剛剛看到了 他不是在禱告 他是腦子轉不過去 徹底的在台上丟臉 被自己的行為羞辱 蒙羞 因為他知道自己實在是 太無恥了 因為他連這麼基本的問題都沒辦法回答 他一開始說 Let us have a moment of silence 但是各大媒體PO的照片 是從這個雙手核實無助的老人痴呆 在全世界的面前崩潰的樣子 他或許是在祈禱 但是內容應該不是什麼 美國軍人怎樣怎樣 內容可能是 這個記者的問題可不可以消失啊 我不想再被這個記者弄了 拜託 我只是一個7點半就上床睡覺的 78歲的老人啊 因為在左派的思想裡面 這個世界沒有對錯 只有政治目的 包括所有的 defunded police 整件事情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一個警察對著手無寸鐵 沒有任何武器的女人 開槍 直接當場打死 你認為這是什麼樣的行為 答案是 這個警察是有勇氣的大義滅青 為了國家安全做出來的正當決定 只要殺死的這個人是 川普的支持者 還記得1月6號暴徒衝進國會之後 唯一的犧牲者 Ashley Babbitt 這位退伍的空軍女飛行員嗎 殺死他的兇手今天出來了 以下是他上MSNBC 受稱讚的畫面 不只是這個樣子 這個警察還是會受害者 他是被壓迫的 Wuuh 你能給我們一些那些傷害的質素嗎 他們說了 殺死我 頭髮剪掉 很嚴重 很酷的 我錯了 他不只 一次 誇自己很有勇氣一次 他誇自己很有勇氣兩次 一次是在1月6號持槍殺了一個沒有武器的女性 第二次是他在這邊講出來 講說他在1月6號持槍殺了一個沒有武器的女性 這兩個都好有勇氣喔 好棒棒喔 The upmost courage 然後他說 他說 OK 他接到了好多威脅 所以要砍掉他的頭之類的 沒有任何證據 只要他說就好了 只要是他說的就是真的 如果他沒有說的話 MSNBC的記者還會幫他 OK 是不是還有種族歧視啊 對對對對對 還有一些種族歧視的 接下來他說到他當下是怎麼決定要開槍了 他說他開槍前大聲喊了好幾次警告 Again 只要他說我們就應該相信 當下的影片沒有錄出來 也沒有任何的證據 國會大廈有這麼多的監視器 他一個都沒有公布 只要是他說我們就要相信 He says officers barricaded the door what he considered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I have been yelling and screaming as loud as I was Please stop, get back, get back, stop We had our weapons drawn There's a gun! There's a gun! Bird, only his hand and gun visible Targeted a figure trying to climb through a window He fired a single fatal shot Hitting Ashley Babbitt She was 35 years old an air force veteran Trump supporter and QAnon follower 對,對,他大喊了 他警告過 他都做啦,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開槍是合法的嘛 對不對? 基本上我也同意他這一點 如果有人跑來我家 如果我喊了 然後拿槍指著他 他還不走的話 那我就應該合理的開槍才對 我在這裡不是在幫他 或者是Ashley Babbitt找理由 我想要講的是 MSNBC怎麼報導這個新聞的 過去這一整年裡面 BLM為了這麼多人暴動 George Floyd, Brianna Taylor, Jacob Blake 哪一個警察沒有給Warning? 哪一個警察沒有大喊? Jacob Blake還是被喊了之後 他還去拿菜刀,OK? 警察才開箱的 但是這個Michael Bird說 我有啊,我有大喊啊 然後就沒事了 為什麼? 哦,因為最後的時候 MSNBC說他是QAnon的追隨者 這樣子就沒事了 這樣子就真相大白了 因為這個女的做的事情 一定是比George Floyd還過分的 George Floyd之前做的是什麼? 像說拿著槍指著一個孕婦的肚子 在他的小孩面前公然行搶而已啊 對不對? Ashley Babbitt相信Q欸 Oh my god! 如果你講George Floyd的話 你就是種族歧視 那那個罪犯相信什麼 跟你開不開槍有什麼關係? 我們不是一直在強調說這些 跟警察開槍是完全沒關係的嗎? 對不對? George Floyd的前科 跟被警察壓死沒關係 Brianna Taylor連續兩個男朋友 在那邊販毒用他的車子 也都跟他沒有關係 那 Jacob Blake連他去強暴一個女的 把手指放進那個女的陰道裡 也沒有關係 但是Ashley Babbitt相信Q 這就有關係了 接下來他說 現在很多人說 Ashley Babbitt身上沒有武器啊 如果當時你就知道這一點的話 會不會影響你開槍的這個決定? 是不是要聽聽看? 因為很重 因為很重 他家家家家家裏說 他不是在免衡 那是正確 你不是知道 她是免衡 那是否免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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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說 那是否免衡 那是否免衡 那天 我確實是 這是一個 那是否免衡 그건也可以 echo 總統 中共說 他看了 他年紀輕的 沒有 目前 embodied 保持 trumpet 川普總監衡 好 你感觉怎么样? 你被叫杀人凶手的感觉如何? 这是什么蠢问题呀? 有人会被叫杀人凶手很爽吗? 那么我们可以请NBC 把这个问题问所有 被叫杀人凶手的警察吗? 还记得那个打死 Mikaya Bryant那个警察吗? 他救了一人 一个女的 OK? Mikaya Bryant拿着刀子冲过去 要捅死另外一个黑人女性 这位警察开枪打死了这个神经病 然后救了那个女的 但是还是被叫杀人凶手啊 对不对? Lebron James也是叫他杀人凶手啊 然后还把那个警察照片PO出来 很多国会里面的人也都讲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白宫里面也有人说他是杀人凶手 有人会请他坐下来拍节目 然后问他说 感觉是如何的 这个人真的是救人一命哦 但是还是说他是种族歧视 还有杀人凶手啊 还有他刚刚说 你有没有看到他有武器啊 他的姿势怎么样怎么样啊 如果你知道他没有武器的话 你还会开枪吗? 他说会啊 他在攻击国会 同样的回答 如果今天Derek Chauvin 说同样的话的话 会怎样? 反正这个人就是英雄就对了 他的行为拯救了 成千上万的人命 根据MSNBC说的 对 他杀了一个手无寸铁 没带武器的一个女性 近距离的射击 是个英雄 因为他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请问Ashley Babbitt会做什么? 整个国会警察 调查了国会警察 然后发现国会警察 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这不就跟中国政府 调查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 做出来病毒不是来自武汉 实验室的概念吗? 他杀了这个女的 就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 Ashley Babbitt是一个5 foot 2 没有武器的一位女性 他会进去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吗? 他会突然冲进去 Kill Bill所有的国会警察 还是怎样吗? 今天的节目已经做得够长了 真的很抱歉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塔利班 会摇身一变 变成我们的盟友? 为什么这个Michael Bird 杀了一个女的 现在是个英雄? 这个就是大政府 而且没有任何规范的后果 神为什么说 王会夺取我们的牛羊 马匹儿女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人都吃了 分别善恶书章的果子 我们都会希望依照自己的意念 来分辨善恶 当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政府 没有圣经的规范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随便定罪人 他们要抓你很简单 不需要理由 只要改变法律就好了 当政府不被法律约束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能做 他换个法 你就是个罪犯 So 还没有买枪的赶快买 家里人还没有信耶稣的 赶快去传福音 上次有人问我说 现在基督徒还能做什么? 就是努力让自己强壮 而且打造一个community 因为只有你能帮助你自己 只有你能救你的家人 我们只能慢慢的做 才可以改变 改变我们的灵社 改变我们的国家 感谢大家收看 为了补偿大家一下 听了这么沉重的新闻 欢迎来看一下轻松的 No Wonder Media神奇传播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继续关注AI News 在火龙果宇航科技公司的餐厅 公司新聘请的科技顾问方博士 看见董事长的司机小李 一脸难过的样子 就上前关心他 诶小李啊怎么了 看你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 方博士您好 没什么大事 只是今天在接董事长来公司的途中 和董事长又聊起了信仰的问题 下车前啊 董事长丢下了一句 我们学科学的是没有几个信上帝的 小李啊 这个你是不会了解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 科学家要信上帝很难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资讯 这样吧 待会儿反正你要开车 带我们去世贸中心开会 在车上我们再聊聊这个话题好了 请问方博士 科学家中间有没有信上帝的 近代物理学之父牛顿 实验物理学之父伽利略 近代天文学之父克普勒 美国探月计划的先驱加斯克罗 等等这些都是基督徒 就连爱因斯坦他也承认 他是个有神论者 嘿方博士 这些都是18 19世纪的西方科学家 我相信在现代学科学的当中 你应该认不得几个新上帝的吧 我有个朋友是机械人博士 黄佳生 他曾任职于NASA休斯顿太空中心 他有次告诉我说 我在太空中心工作 休斯顿太空中心工作 休斯顿太空中心我的同事当中 我说大概三分之二礼拜天都去上做礼拜了 我那条街我住家 然后他开车到我上班的太空中心 那条短短的那条路里面在1.5英里吧 那边八间教堂 还有位朋友 是DNA专家 顾知杰博士 他是美国国家卫生院 NIH的学者 美国国家卫生院的院长 NIH的这个director 叫Francis Cohen 他也是人类经济化的其中的一个教授 他就是一个基督徒 他还专门为了人类经济化跟信仰 跟进化论写过一本书 哦 嘿 胖博士 你应该不会自己也信上帝吧 您说对了 董事长 我正是一位信耶稣的基督徒 哎呦 我的妈 这不又多了一个 看来信耶稣的科学家还真不少 各位AI News的观众 很不幸呢 我们的事工遇到了资金瓶颈 我们的资金只能撑到今年的9月底 非常感谢末世先锋的Paul长老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尝试一下媒体这份工作 谢谢Paul Paul长老也愿意让我们继续经营AI News这个频道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来了 我家里有两个小孩 然后呢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各位的帮忙 来维持这个频道 我也认为这是我的呼召 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做了三年的YouTube事工 叫做Project HIP Christian 颜值攻略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文化 还有传达正确的基督教价值观 所以请各位帮帮我们 让我们可以继续做这个 我个人认为我目前人生当中 最令我感到值得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也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一起愿意在这个文化战争当中抵抗左派的人 之前你可以看到Paul长老带着我们冲锋陷阵 现在你有机会参与在这个时空里面 我们个人失业或是怎样 我们还是可以去找其他工作 还是有其他的机会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这个频道会消失 然后我们会失去一个保守派发生的平台 我们愿意继续把神国的这样的福音 还有我们基督徒真正要做的这样一个传扬文化价值的 一个保守派的东西给继续传播出去 在这边如果大家要是想要联络我们 不管有任何的讯息告诉我们 或者是希望跟我们一起合作 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把我们这样一个 基督教保守派的声音给发出去 不管是说教会也好 或者是神学院也好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想要邀请我们的话 可以看下方我们有我们节目的专属邮箱 大家可以发邮件来联络我们 如果你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我们的话 那更方便了 直接给我们打个电话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通讯录里面 找到我们的名字 可以直接跟我们来联络 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助我们 来支持我们 那我们会把我们这样一个link 放在下面的信息栏 然后还有下面的留言区 如果你要是想给我们 买一杯咖啡的话 欢迎点进去 然后来资助我们一点点小的金钱 那我希望这个大家这样一个举动 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样一个频道给存留下来 那我们就继续的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我们保守派基督教价值观的这样的新闻评论的节目 那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菠莉莎 我是Eaton 那我们就以后每天都再见了 拜拜